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透过各种不同的访问发言 以及国会作证 还有一些智库兵器推远 来展现了对于特别是台湾台海 在这一次的俄乌战争当中 北京和台北分别都学到了什么教训 以及可能会产生怎么样的印太地区 就是亚洲地区的安全冲击 那我来帮各位做了一个整理 这个在过去两个礼拜 有一点凌散的媒体的报道 但是一整理起来发觉到 它其实很有顺序 我们先来看 4月30号开始到5月12号 从4月30号是美国的特种部队的司令 上将司令西点军校出身的 他在接受一个智库的演说的时候 他讲到了基于俄乌战争 北京所学到的攻台四阶段 我们等一下会进度到西部 5月5号美国国务院修改了美台关系的事实陈述 中间有特别的两点 其实引起整个两岸之间的密切关注 CIA局长在5月7号 其实CIA局长接受英国金融时报的访问 谈俄乌战争当中中间有蛮大一块 谈到了北京政府 中国大陆对于俄乌战争的感受到的震撼和惊艳 5月10号美国有个叫国家情报总监 这是在整个各个情报单位最高地位的首长 然后和国防部的军事情报局的局长 中将局长在国会作证分别的谈到 很细部的台北这边应该面对俄乌战争的教训 在采取怎么样的我们在训练上 在武器上的改变提出了直接的建言 而相较于过去这两三个月 美国对台军售的转变 其实相当的一致的这个论述 最后5月12号一个美国的这个智库 这个智库很重要 我们等一下会介绍 他提出了一个兵棋推演 整个台海的战争 5月12号拜登就在华盛顿和东协召开了 特别高峰会 所以这两个礼拜的这整个布局热声 然后有一些可能是对于 接下来拜登会到亚洲来做的 发表的政策类似像缩帖 我这样子的整理在别的地方谈过 但是我今天透过这样一个场合 再为各位比较深入的来去看 这整个到底代表的意涵 跟他的内容 我们先看 我认为我先提出来 我的观点 美国在这一次的整个刚才提到了 就是两个礼拜的相关的演说布局 目的第一个其实当然就是在亚洲 拜登的亚洲行当中提显出 就是中美之间的这个对抗 已经是一个就是驻轴 第二个是针对接下来要在 应该是22号在东京举行的叫做 Quad四方安全对话 提出一个类似像缩帖 本来应该5月4号5月5号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要做个演说 但因为他确诊 所以他就没有做那个演说 可是就提出了可能会建构一个印太北约 印太北约并不是真的要形成一个 像是北约的这个组织 而是大概把几个美国为主轴的双边 跟多边的这个军事同盟 把它串联在一起 而这种串联并不是把它变成一个法律性的 而是变成一种就可能是政策性 任务性的以及合作关系 那例如像是美日安保 美韩军事同盟 美英澳军事同盟 美澳纽军事同盟 第三个我觉得也是在热身印太经济架构 那这是大家期待已久的 那提到了特别是有关于 跟军事跟关键产业有关的供应链的安全 最后当然提到台湾的部分 对台的军售要怎么改变 对台湾的这个政策 是不是也有些变化 那我当然要询问 是不是把台湾当作一个 类似像未来的乌克兰战争的代理战争的场域 我们一向一向来看 美国特战司令在四月三十号 在就是阿里套纳州立大学 的一个叫马侃中心 马侃就是美国前任的共和党的议员 然后他过去之后 阿里套纳为他成立一个智库 他在那边做一个演讲 这位特战司令这个上将 特战司令特种作战部队的司令部 是在一九九七年成立 美国空军海军陆军跟海军陆战队 个别都有特种作战部队 但那个时候觉得说 应该把这个特战部队都要整合在一起 所以有一个特战司令 那但是呢 这个特战司令曾经在途中升官 去做了参谋联席会议的主席 也就类似像是参谋总长的职位 所以这个职位是蛮重要的 他的发言当中就提到说 他认为习近平学到了攻台式部曲 特战司令部把这个习近平 攻台式部曲都提出来了 第一个要先攻占都城 都城的意思就是说台北 他是以俄乌战争当中 超过两百五十万人口的这个都市 那就是基辅 那俄罗斯想要一口气拿下来 但是呢没有办法做到 所以呢 从他认为中国大陆学习到 是在对台作战当中 先把这个重要的都市给拿下来 当然不止台北 超过两百五十万 也包含台中高雄等都市 第二个单位 绝对不要在那边什么军事演习个半天 大家都知道你现在要做什么 然后都准备好了 一定要采取这种闪电式的攻击 就是like a surprise 一个闪电式的攻击 第三个呢 尤其是在这次俄乌战争当中 美国和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跟孤立 造成了俄罗斯经济 以及资源战争非常大的负担 那这样子的经济如何事先 你能够减少它的冲击 如果真的有这样子的这种制裁来的话 所以这也是他认为 这个中国大陆学到的 应该要怎么去减少制裁的影响 最后一个他说 当然在这过程当中 恶物战争展现的就是 谁掌握讯息战 谁就掌握整个战场的真正的控制 那这个是特战司令 在四月三十号就这么讲出来的 那我们那个时候第一次他讲出来的时候 媒体登出来以为说 哇 美国的这个上将的一个特战司令 已经讲出了这个攻台四部曲 好像是一个兵器推演 但是后来呢 你看到慢慢慢慢更增加了 到了五月五号 本来应该是布林肯要做演讲的 但是美国国务院就把 从美中建交之后 中间会提到一个 跟台湾关系的一种事实陈述 上一版的事实陈述呢 其实是在川普时期的 2018年8月31号所写的 然后呢新改的是在今年的5月5号 中间其实改的蛮多的地方 但重点在两处 就是这一点跟这一点 第一段的中间一段 在过去都会提到 这个虽然是一个谈台美关系 而不是中美关系 但是谈到台美关系 他讲到这个台美关系里面 都会提到在基于建交公报 里面所提到的美国承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 并且认知到中国政府的立场 是只有一个中国 而且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个在过去都有提到 这是他政府官方的这个政策 但是呢到了5月5号 这段话被拿掉了 所以是不是一中政策 有一些变化了呢 还是说在虚化 或者是掏空一中政策 那这个是大家所质疑的这个地方 那第二点是比较特殊的 第二段的第一句 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 完全拿掉 是不是美国就支持台湾独立 当然也不能这样解读 只不过是美国把不支持台湾独立 从美台关系当中拿掉 我的解读是 我觉得其实美国的确确在改变 他的一中政策 那这样子一中政策 比较符合现在的中美关系 跟台湾之间 美台之间的实质关系 那这一方面从美国的这个角度 但是同时呢他大概也认知到 在台湾议题上美中之间 可能有越来越大的这个旗舰 所以呢他对于太多政治性的这种 美国自起过去的就是认定 甚至某种程度对自我的这个拘束 他把它拿掉 那是不是也的的确确是一中政策的改变呢 同时大概对台湾关系呢 也大概可能除了真正的建立邦交之外 其他在经济军事 以及就是整个双边关系 当然都会持续的强化 这个大概是他们现在看待的 美国跟台湾的关系 特别是在俄乌战争之下的这样一个发展 刚才那个内容就很清楚了 到了五月七号 美国中情局CIA的这个局长 接受金融时报的访问的时候呢 他就说其实中国对于俄乌战争当中 所发生的两个问题深感不安 一个是没有想到俄军是这样子的这个脆弱 没有办法像一般展现的出来 他这个强大 另外一个是对于美国和西方 对俄罗斯的这个制裁 感受到相当大的震撼 那个震撼并不是指的心情 而是看到了这个规模的那种庞大 所以呢他认为中国大陆 对于统一的决心跟目标没有改变 但是看在俄乌战争当中 所有的cost跟consequence 所有的成本跟结果之下 如果必须的话 还是会以武力来夺取台湾 同时他也认为会改变的是什么呢 是如何的采取行动以及用什么方式 因此在政治目标上中情局的这个局长 伯恩斯他认为说 其实中国大陆当然对于和平统一 还是有他的主轴 可是呢如果说在军事上 一定可能会考虑到 在各种的这种成本 跟就是说必要的考量 那只不过是说用什么样的方式 这是他比较一般性的 但是呢之后马上 5月10号的时候呢 美国的国家情报总监 这位情报总监是学法律的 他曾经一度被奥巴马 提名作为国务院的法律顾问 但一个月之后 奥巴马就改提名 他做中情局的副局长 在当时他是大概第一位的 中情局的女的副局长 然后呢在奥巴马第二任的时候呢 又做到了奥巴马国安会的 副国家顾问 所以他等于是对国家安全 跟情报的议题相当的熟悉 所以拜登就让他来做 最重要的国家情报 总监这个director这个职位 那另外跟他一起出席的是 国防部的军事参谋的局长 这是个中将局局长 他是在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的时候呢 做这个听证会 我们先来看 我之所以放英文是因为 有很多的中文翻译 发觉到不同的中文翻译 有不同的翻法 这个那个词汇 那可能都会有一些差异的所在 我们实际的来看 他们英文怎么说 第一点 先说海因斯女士认为说 其实中国是 所以也就是说 就算是美国支持或介入 中国也会准备 足够的军力 能够拿下台湾 然后呢 对台湾的威胁 其实是从现在到二零三零年之间 是非常的危急的 acute危急 海因斯认为从现在 这个时间点 他已经点出来 现在到二零三零年之间 不过我们最近听到很多 这个时间点的 比如说五年六年 或者是二零二七年 或者是二零三零年 这些时间点你看看 一方面可能跟 如果习近平有第三任的话 跟他第三任的时间 或者是在我们可预测的这个未来 不过我提供另外一个时间上 的一个发展 就是许多的世界的经济的智库 也都预测 大概在二零二八年到二零三零年 中国的大陆的经济体会 民意GDP会超越美国 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中国大陆在购买力评价的 PPP的这个层面 老早在两三年前超越美国 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但是在GDP总量 大概也是差不多在这个时间点 那但是如果从军事的角度 还是认为2030年之前 是非常危急的 所以这刚刚他提过的 就算是美国的这种可能的介入 中国大陆也会采取 这个必要的军事的行动 可是这两个情报的首长 也都认为中国还是倾向于 以和平的方式来达成两岸的统一 但是必要的时候 绝对持续的会发展军力 不管美国支不支持 介不介入到台海的这个冲突 最后这一点来了 我觉得在美国军情级那个局长 Berrier 他所提到台湾学习到什么 俄乌战争的教训呢 这就很有趣味了 他说 这是什么意思 就在俄乌战争当中的第一阶段 从俄罗斯的角度 二月二十四号到三月底 你看到他三面的进攻之后 遭受到来自乌克兰分散的小部队 战术部队的这种抗拒 而展现出韧性 因此进度比较缓慢 所以他认为台湾这边呢 可以学习到乌克兰的 小规模的战术部队 小规模的战术部队 大概可能是以这个赢为单位的 这样子的一种战术部队 然后能够去拖长时间 然后减缓敌人攻击的进度 第三点他说 How important a non-commissioned officer course is 这什么意思 士官团 就跟刚刚前一面一样 不是由军官带领 而是由士官 比较有资深经验的士官 所带领的小型战斗部队 这个完全就是说 在俄乌战争当中 所展现的 从小规模的分散式的这种抗拒 到城镇战巷战 拖延到整个大规模部队 俄罗斯的坦克部队的前进 那这个是美国军情局长 他认为 同时 training with the right weapon system 那这里就讲到 这个很清楚了 right weapon system 就正确的武器的系统 这当然也就代表了 这几个月之来 美国的国防部开始也在改变 对台军售的项目 可能不是在以这个海空的控制 甚至是反登陆 而是可能有一些战术上 直接用空投的方式 进入到一些城镇的控制 在城镇进行所谓的城镇战 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这个项战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当然这是从美国的这个角度 一方面也是俄乌战争当中的一个特质 是没有错 但也是从美国的角度说 希望台湾的军方的抵抗 能够增加争取到更长的时间 让美国能够有时间去考虑 会不会介入 以及如何这个介入 所以你看到这边 你当然不能怪他们了 他们都是美国的军方 或美国的情报的这个首长 从美国对于俄乌战争 以及台湾他们认为台海当真 战争当中 北京和台北相互的 这个学习的这个重点 这边为各位分析的比较清楚了 这是从华盛顿的角度 但是我这边必须要换个角度 我们台湾自己怎么看 我们两岸自己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们是要和平还是要战争 你是要成正战向战 还是说你不要战争 所以类似的这样一个情况 我们现在看到 美国已经不做任何的 太多的遮掩 他认为台海之间发生战争 其实如果政治目的 没有办法用和平的方式的话 迟早不管美国会不会介入 迟早会采取军事上的这个手段 而军事上的手段 这一次的俄乌战争 提供的经验就是领导人的重要 以及小单位 以及士官团 还有正确的这个武器 所以美国现在对台的军售 开始也在做转变 我们自己回来 不管是两岸 还是我们台湾自己 要面对自己的问题 战争跟和平的问题 可能也要一个思考 那再接下来就有一个很有趣味的 最后一点 就是这个一个智库 叫新美国安全智库 这个智库现在是蛮受到重视的 这是谁成立的呢 现在美国国安会的印太协调官 也就是印太沙皇 坎贝尔他在2007年成立的 然后呢一起成立的 其实也是这个Michel Fourenoy 他其实本来是可能 拜登要找他来做国防部长 但因为拜登希望找一个非洲裔的 所以后来他就没有列入考虑 他上个月曾经来过台北 见过这个蔡英文总统 可是呢 那之后我想应该还是会有机会 可能当国防部长 也不一定 但是他们这个智库 虽然他们现在已经不在这里面 他还是在指导的这个智库 这个智库提出一个三阶段的攻台论 那这个就有一点特殊了 我把它很快的讲完 他说第一阶段 解放军会飞弹攻打这个台北红机码 而且会对驻日美军和关岛的这个基地 因为要防止这两个地方的美军的反应 所以同时也会攻击 而美军会第一时间就会去反应 轰炸中国大陆的军舰跟港口 因此在台湾上方形成这个空战 这是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是美军的潜艇会开往台海 去摧毁中国大陆的解放军的军舰 而中国大陆会扩大攻打在日本 在澳洲的美军基地 跟这个他们当地的自卫队 和澳洲的这个军地 甚至可能会直接的攻打夏威夷 到第三个阶段才开始在做登陆 台湾的北部空袭 台湾的南部 美军会在南部的反攻 解放军甚至可能会进一步 到阿拉斯加 阿拉斯加地亚哥跟夏威夷 最后最后可能会出现到核武 听起来很夸张对不对 但是这是美国现在最重要的智库之一 老板是现任的高官 而且参与者也是曾经可能会提名做国防部长 做出来的这样一个冰棋的推演 花了大概五个小时 他分别也找了国防大学 美国另外一个智库CSIS 然后呢在五月十二号的时候 在五月十二号的时候 透过电视NBC的整个过程 美国的国会议员 跟前国防部的这个官员 也都参与到这个冰棋的推演 你看起来有一点觉得不可思议 不是非常的现实 解放军会第一时间去攻打 驻日美军跟关岛 解放军最后可能会使用核子武器 那但是在他们的规划之下 这个基本上可能就是个美中大战 只不过是以台湾作为一个 挑起的战争的因素 然后最后在台湾的攻占上面 可能进入到第三阶段 那他看的就是一个美中大战 那有可能吗 你看现在俄乌战争当中 即使是到今天这个情况 俄罗斯有在用核子武器 虽然他一直威胁在使用 也没有发生真的扩散到 可能会发生核子大战 当然我们希望它不会发生 可是美国一直就是 也许这是一种就是危机感 也许他刻意要在兵棋推演 去把它比较放大 可是真正的这个战事 大概不一定会照这个样子走 我想他们大概也不是说 刻意的说这就代表真正的这个战事 可是这个代表什么意涵 连续这样下来代表的就是 整个在针对拜登要马上来亚洲 所做出的一些释放的讯息 热身和布局 也就是我现在最重要的 想要看的是 到底这个印太北约 印太北约 目前我再讲一遍 它只是一个概念 它并不是要真的形成一个 这个条约的单一的 像北约的这种组织 而是把现有美国在 这个印太地区的 美日安保 美韩军事同盟 美英澳军事同盟 叫AUKUS 美澳纽军事同盟 还有Quad 那就是包含印度 虽然它并不是军事同盟 的这种连结 其实在这个里面 不同的国家 比如日本跟澳洲 或者日本跟印度 分别都签署了一些 跟军事有关的双边的协定 以增加 并持军事人员的这种往来 跟互动 当然就有助于 这个联盟跟联盟之间的 整合 或实际上的军事上的 这个整合 所以类似的这样的概念 会不会在这一次当中 更往前推一步 那当然后续要观察的是 到底对台军售 跟对台政策 是不是真的改变了 是不是真的改变了 目前我们只看到 就是说书面上的变化 虽然坎培尔印太沙皇 在隔一礼拜之后 接受智库的访问的时候 被问到 因为这样子改变 是不是表示你支持台湾独立 他说不 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 那这个话已经变得比较弱了 相较于在更改 他的那个事实陈述之前 有那么一句话 所以呢 这整个对台军售 对台政策 也因为俄乌战争 和中美之间的对抗 更加的激烈 同时 你看到拜登要展现 新的印太战略的时候 而有所变化 我们会持续的 为各位追踪观察 今天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